连年有鱼的做法 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必备的鱼 在我们辽宁 讲究的是过年要吃整条鱼 不要给弄断鱼头鱼尾 意义连年有鱼 提倾有鱼 总之就是图提力 好兆头 喜欢的看看 大黄油一条 盐适量 蒸鱼豉油适量 生抽适量 老抽适量 胡椒粉适量 番茄酱适量 姜适量 白醋适量 白糖适量 葱适量 白酒适量 一余处理干净 控干 二表面磨少许淀粉 划几刀 三用姜涂抹布粘锅 四锅里加底油 加鱼和鱼籽 五煎两面金黄 六高温的时候 烹入适量白酒 白醋 加白糖 葱姜 七加适量清水 与鱼平提就可以 八炖五成熟的时候 加适量的番茄酱 盐 胡椒粉 生抽 老抽 大火烧开 小火炖 九大火收汁 加蒸鱼齿油 关火 时装盘小窍门布 加番茄酱也可以 就是为料颜色漂亮点 不用太多 加太多容易变成糖醋口味的料 分架下 酱要ood颉色